得业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在扩张 都是音寻两个字 音寻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讲的妈妈糊糊 得过且过 没有认真 努力 在德学工业上 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最后 领古禅思所受令令之术 乃至经之随 至真至真之理 其数万而免心之 无此况也 这是这一篇最后的结论 特别强调 云古禅思 教导他 这个立命的 学术 这一种学术 精纯 精纯到极处 至经 至随随时身 身到了极处 至真至真 真是决定没有 真是决定没有 丝毫的 斜皮 他自己 一生 努力的 修学 改造了 命 没有公民 命里头没有公民 他得公民 命里面 没有儿女 他得了儿子 命中只有53岁 他活到74岁 多活了二十一年 这是足以证明 云古禅思的教会 正确 没有错误 廖凡先生 这几篇文字 原来是教训自己的 子孙后遗 他的后代也不错 知道这些宝贵的理论与方法 他不自私 他公诸大众 希望 社会大众都能明了 立命之学 都能够改造自己的命 我们 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 乃至于扩展到 这个世界